第106集 你们懂什么? 中年伙计瞪了他们一眼, 愤愤然道, 梁董明, 难道就不是钱了吗? 这一下就亏了我四万钱, 四万钱我用来买十个羊肉馅包子, 但吃不香吗? 伙计们无语地看着他, 四万钱, 你至于吗? 就在此时, 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过来, 众人错愕地看着他, 这又不是拢欣李氏府邸的管家吗? 他竟然亲自跑到这里, 伙计们连忙抱拳道, 李管家, 李管家汉手, 问道, 收了多少粮了? 中年伙计连忙道, 粮道, 李管家一愣, 吃一道, 竟然还能收粮道, 这又是哪个傻子? 朝廷开了皇家粮食, 租租比咱们多了两文钱一斗, 竟然还有人愿意把粮卖给咱们店里? 店内伙计们目光看向了中年伙计, 中年伙计沉默了两秒, 甘笑道, 谁知道呢? 李管家摇了摇头, 没有继续再纠结他, 神色肃然道, 你们赶紧宣扬出去, 咱们店收粮价格也要涨, 中年伙计心肝一颤, 说道, 咱们涨多少啊? 二十五文一斗, 李管家抬起两根手指, 沉声道, 咱们逼皇家粮食够五文钱, 务必让百姓们把手里的粮食都卖给咱们。 中年伙计都快哭了, 二十五文钱一斗, 他们老子可是十八文钱把鱼粮全卖了, 你早说你会涨价, 我打死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卖粮啊。 李管家看他哭丧着个脸, 困惑道, 怎么了? 没事。 中年伙计脸上露出了一抹勉强的笑容, 抱拳道, 笑的, 现在就带人去宣扬。 李管家摁了一声, 挥手道, 学学朝廷是怎么做的, 你们也去整个锣鼓, 好好走街串巷去传。 说吧, 他便大步朝着隆西李氏府地而去。 寒光门外, 审恋的速度很快, 皇家粮食的招牌已经挂在了城墙上, 皇家严饰在左, 皇家粮食在右。 很快, 越来越多的百姓们聚集了过来, 兴奋地提着两米袋子, 望着审恋身穿皇家侍卫的袍服, 大声喊道, 朝廷要二十文一斗收粮, 是不是真的? 有多少收多少吗? 我可是准备了七十斗粮, 能全收了吗? 听着百姓们的询问声, 审恋面色冷峻的脸庞露出一抹笑容, 淡淡道, 朝廷做事, 自然不会是假, 此次朝廷已经明令, 不管是多少粮, 照收不误, 一律按照二十文一斗收。 好。 我卖。 哎呀, 我这七十斗粮, 全卖给朝廷了。 百姓们激动地说着, 高高举着粮袋子, 不停地向前挤着, 当当当, 就在此时, 一道道罗声响起, 行跟着一道道吼叫声, 响彻百姓们而盼, 李家粮殿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了, 王家粮殿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了, 卢家粮殿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了, 郑家粮殿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了, 崔家粮殿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了, 一道道大喊声响彻云霄, 百姓们兴奋脸色顿时僵硬了起来, 纷纷回头震惊地看着那些宣传的伙计们, 收粮价格又涨了, 皇家粮食二十文钱一斗, 你们现在二十五文钱一斗, 刚刚还一脸激动叫喊着要把手中粮米 卖给朝廷的百姓们, 此时一个个陷入默认, 随即齐齐冲着审恋干笑着道, 我家很有事啊, 买粮以后再说, 我感觉这粮没拿够啊, 我回去再拿一些, 哎哟, 哎呀, 我怎么忘了给家里留点粮呢, 话音俯落, 刚刚还如过江之急的寒光门外, 此时百姓们瞬间跑路, 朝着各个方式中的粮米店狂奔而去, 神恋拧着眉头没有吭声, 等到寒光门外的百姓全部散去, 方才沉着脸朝着秦王府而去, 两下又找了, 秦王府内, 李建成李二李元吉, 愣愣地看着带回消息的审恋, 审恋神色凝重, 点头道, 好就三位殿下知晓, 末将在寒光门外准备收粮, 忽然的七家粮店的伙计就提着罗跑过来, 说他们的粮店以二十五文钱回购粮米, 比朝廷收购价格还要多出五文钱, 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 就全跑了, 说着, 神恋看向敲着二郎腿的李太, 抱拳道, 还请陛下明示, 皇家粮食接下来该怎么做? 还能怎么做? 不等李太吭声, 李建成神色肃然道, 当然, 是咱们也卖了, 李二汉手, 二十五文钱一刀, 咱们若是跟着卖的话, 之前翻一翻, 现在就是要翻两翻的, 李元吉兴奋道, 看见卖呀, 机会是不再来啊, 说着, 三个人眼巴巴地看向李太, 李太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眨眼道, 为什么要卖? 皇家粮食刚开, 那七位家主就跟着我作断, 我能忍得了他吗? 不卖, 咱们也涨价, 他们二十五文钱一斗收, 咱们就多过他。 沈烈, 你传出话去, 就说皇家粮食够粮之价涨了, 三十文钱一等。 诺, 沈烈点头, 转身离去, 李先成急了, 陛下, 哪有这么收粮的, 咱们管他无限期望干什么, 趁着这个机会, 咱们也抓紧卖粮才对啊, 咱们还要再花高价去够粮啊。 李二沉声道, 青雪, 为父觉得这样没意义。 李太气呼呼地拍了拍桌子, 昂首道, 不行, 说了要够粮, 就必须够粮, 我皇家粮食才开, 却连一斗粮都没收上来, 这不是损了朝廷的面子吗? 收粮, 合劲地收粮, 有本事, 这帮人就把粮价排高到一百万。 一百文收粮, 谁他妈疯了才会这么做? 三人匪琐思地望着他, 暗暗一阵摇头, 李太现在做事情, 真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平康方内, 刚刚还门口罗雀的李家粮店外, 忽然越来越多的百姓聚集了起来, 一脸兴奋地举着粮袋子走过来, 大声唐, 还收粮吗? 是不是二十五文一斗啊? 我这里可是有七十斗! 领殿内的中年伙计黑笑着 扫了一眼兴奋的百姓, 心中疑伸的唏嘘, 老子那粮斗粮啊, 真的是贱卖了, 随即高举着手大声道, 我们东家说了, 二十五文钱一斗收粮, 通色无欺, 有多少收多少? 好! 我卖了! 百姓们激动地大声道, 就在此时, 之前那名宣扬的魁梧汉子, 提着罗大步跑了过来, 大吼道, 皇家粮食收粮涨价了, 三十文钱一斗, 有多少收多少? 父老乡亲们, 赶紧去啊! 说着, 那名魁梧汉子敲着罗, 一流眼又跑走了, 百姓们面面相去, 心中满是呐喊, 这他们干什么呢? 折腾人呢不是? 一会儿这边涨价, 一会儿那边涨价, 我们两头跑, 这不累死个人呢? 百姓们盯视着脸色逐渐发黑的中年伙计, 纷纷询问道, 哎, 我说, 你们李家粮店还整不整啊? 就是, 给个准信啊! 你们要是整, 我们就不跑了! 这里距离寒光门可远了, 来回跑还要重新排队, 你们最后收没收到粮我们不知道, 反正我们这些人, 起码有一半要跑得累死, 中年伙计眼角直调, 说道, 诸位先等等, 我现在就去问问, 说吧, 他撒开腿就朝着龙溪李氏跑去, 一边跑着, 他心中啊是泪如鱼下, 收购的粮价又涨了, 皇家粮食竟然三十文一斗兽啊, 他们老子那两斗米啊, 十八文卖的, 他们现在行墙都涨到三十文了, 四舍无辱, 老子起码亏了一贯钱呢, 中年伙计悲痛欲绝, 重重拍了一下右手, 我他妈就怎么管不住这双手呢, 早知道郭等等了, 正在此时, 一道熟悉身影迎面走来, 中年伙计连忙顿足, 抱拳道, 李管家, 李管家脸色阴沉, 不知道在想什么, 看到中年伙计以后, 汗手了一下道, 正要去找你, 乔在这里遇到了, 也不必我来回跑了, 皇家粮食那边, 收粮的价格涨了, 你知道吗, 中年伙计点了点头, 小心翼翼道, 小的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李管家, 咱们是不是也要涨? 是, 李管家语气斩钉截铁, 抬起四根手指道, 家主说了, 收粮价格涨到五十文, 中年伙计呼吸一致, 心肝都在发产, 果然, 他们果然又涨了, 老子又赔了, 中年伙计悲气道, 诺 告别李管家, 中年伙计跑回到梁殿, 喘着粗气, 对围惧在殿外的上千名百姓, 大声道, 梁价涨了, 我们殿五十文一斗收粮, 百姓们瞅着他, 却又无动于衷, 中年伙计看他们迟迟不动, 又不说究竟卖不卖, 一脸呐喊道, 诸位, 怎么了, 五十文钱一斗, 你们怎么还不卖啊, 卖个屁呀, 万一朝天也涨价呢, 现在卖了, 我们不就亏了吗, 百姓们依旧是无动于衷, 其中那名声称手中有七十斗粮的老头, 闷着声道, 我们打算再等等, 万一皇家粮食那边也涨价了呢, 中年伙计吃笑了一声, 说道, 可能吗, 当当当, 忽然一道敲锣声, 再次响起, 紧跟着, 原先那名魁梧汉子, 再次敲锣跑了过来, 扯着嗓子吼道, 皇家粮食收粮了, 六十文钱一斗, 赶紧来卖呀, 说着, 他又大跑而去, 然而还没跑几步, 便被百姓们拦住了, 身为皇宫侍卫的魁梧汉子, 一脸错愕地望着 揽在面前的十余个百姓, 说道, 嗨, 你们干什么, 赶紧去卖粮啊, 你别走了, 那名号称手握七十斗粮, 身穿绸缎的老头, 怒声道, 你叫刘仔镇, 我们要就近听消息, 晚一等会儿又长, 不是害我们两头跑吗, 魁梧汉子白手道, 不可能, 这可是六十文一斗的价格, 哪还能再高啊, 我在长城这些年, 就没见过这么离谱的价格, 怎么不可能, 老头指了指粮店里的那名中年伙计, 大声道, 他刚才也说不可能, 你不就来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